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國立虎偉科技大學的李政大老師 今天為各位介紹的是 單元時交流馬達的數學模型 在這個單元中 我們將會先在三項的坐標系中 建立出我們的感應馬達模型 在我們的感應馬達模型之中 因為它的定子轉子之間都有一些互感的成分 這些成分又跟馬達轉子的角度有關 所以這些方程式會變得非常難解 它是屬於一個係數會改變的微分方程 因此我們在這個章節 將會介紹一些不同的坐標系 以及轉換的方式 最後會推導出一個兩項的感應馬達模型 本單元的學習目標跟大綱如這張投影片所示 主要也是會先推出第一個三項的感應馬達模型 然後接下來一連串的一些數學的 就是坐標轉換基礎 然後最後會推出一個兩項的感應馬達模型 10.1 三項做標系的感應馬達數學模型 在建立三項感應馬達的動態模型時 為了方便分析我們都會做以下的假設 這些都是一些比較理想化的假設 例如第一點要忽略空間的斜坡 第二點是不會去考慮磁路的飽和 第三點就是會去考慮定轉子表面是光滑 就不會有一些齒槽的一些影響 那最後則是不考慮頻率溫度變化 對繞阻電阻的影響 因為假如把這些非線性因素都考慮進去 會使整個模型的建立會非常複雜 無論是感應電機的轉子 是繞線式還是屬龍式 都可以把它等效成一個三項繞線的轉子 如右圖的這個三項感應電機物理模型 那定子三項繞組的軸線ABC 就是大寫的ABC就代表定子 在空間上是固定的 並互差120度 那轉子三項繞組的軸線ABC 小寫的ABC則是會隨著時間旋轉 因為我們的轉子是馬達運轉的時候 真的是會轉動的 所以這個A軸 B軸 C軸 小寫的ABC軸會跟著做一個同步轉速的運轉 那它的角度也是相差120度 那這個定子跟轉子間 兩個軸線的角度C 則是會隨著時間變化 方程式建立的部分 第一點 規定各繞組電壓電流磁通鏈等的正方向 符合電動機慣例 則可 在三項坐標系中列出它的感應電機動態方程式 包含電壓磁通鏈轉舉以及機械運動方程式 以下將跟各位介紹電壓方程式的部分 三項定子繞組的電壓方程式可以整理為 十之一所是 那它在我們的模型上則是代表 大寫的ABC三個軸 那VA、VB、VC分別代表這三項的電壓 那I、ABC 大寫的ABC 則是代表三項的電流 那Lambda、ABC 則是代表三項的磁通 其中RS 則是代表定子的等效阻抗 在三項轉子繞組電壓方程式 也是跟上一個方程式類似 那小寫的部分則是代表轉子的成分 例如小寫的VA 就代表轉子A項的電壓 那其中有比較不一樣是這個 轉子的等效阻抗 則是會另外標示成RR的部分 將電壓方程式再把它改成一個矩陣的形式 並且用小寫的P來代替微分運算符號 可以把它再整理為 十之三以及十之三A的方程式 磁通鏈方程式的部分 每個繞組的磁通鏈都是它本身的字感磁通鏈 和其他繞組對它的互感磁通鏈之和 因此六個繞組的磁通鏈就可以把它表達為 十之四四 那進一步也可以整理成十之四A的矩陣形式 那其中這個L就是一個六乘六的電感矩陣 那當然就包含了字感以及一些互感的部分 電感是單位電流產生的磁通鏈 而磁通鏈是磁通和繞組紮數的成績 這個簡單的電機機械方程式 應該各位同學在電機機械的時候都應該有所看過 那電機繞組它交鏈的磁通可以分成兩類 第一個叫做氣系磁通 那它主要是穿過氣系與各項繞組和交鏈的互感磁通 那第二個叫做漏磁通 這個就是只與一項繞組交鏈而不穿過氣系的 這叫做漏感磁通 就叫漏磁 以定值A項繞組為例 當定值A項繞組通入電流IA時 產生的漏磁通 在A項繞組產生漏磁通鏈λLA 相應的也有它的漏電感叫LLS 若其產生的氣系磁通 在A項繞組產生的磁通鏈為λMA 則相應的電感就可以表示成LMS 那電流IA在A項繞組所產生的總磁通鏈 就可以如以下這個方程式所示 那其中在方程式中可以看到我們這個LAA 就代表我們的A項的質感 由於定值三項繞組在空間互相差了120度 所以假設氣系磁場在空間上正弦分布的條件下 定值A項繞組產生的氣系磁通 在定值B項繞組產生的護感磁通鏈 將可以表達如以下方程式 那也就是右邊圖下 右下方的藍色的箭頭 那這個λBA就可以由簡單的三角函數可以求得 那其他護感AB、護感AC也可以表示如 10-6、10-7所示 根據上述分析的定值繞組的對稱性 得到定值各繞組的質感和護感如以下方程式所示 那像10-8是LA兩個一樣的下標則代表字感 那10-9則是代表它的護感 那其中LMS則代表氣系電感 那LLS則代表它的漏電感 轉值的部分也是可以如上列一樣的原理 表示如10-10跟11所示 假設某個時刻轉值A向就是小寫的A A向繞組軸線超前的定值A向大寫的A 繞組軸線θ角 則定值A向繞組電流在轉值A向繞組中產生的護感磁通鏈 可以表示成以下所示 那所超前的角度在我們的物理模型 可以看到右圖所框起來的那個紅色框框 就是轉值的超前的定值C塔角 由定轉值繞組的對稱性 可以得定轉值繞組之間的護感 又可以表示成以下三個方程式 那這三個方程式主要都相差了120度 那這也是我們剛好三項繞組的一個特性 將10-8到10-14方程式代入10-4之中 就可以得出一個完整的磁通鏈方程式 即一個用電感包含了LMS、LS、LR和C塔角表示的電感矩陣 那因為這個乘起來會非常龐大一個數量 所以我們用分塊矩陣表示 那上面的分塊矩陣中有一些成分的部分 在這邊請列出給同學參考 但是這些都是可以自行推導得出 那值得注意的就是LSR跟LRS這兩個分塊矩陣 它跟上面兩個矩陣不一樣 因為上面兩個矩陣都是一些基本的電感參數 那框起來這個框框裡面的這個參數 則是包含了C塔角 那這個就是剛剛上面模型圖中有介紹到的 這相當於是一個馬達轉子的角度 那這就是我們系統非線性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如果把磁通鏈方程式10-4A如下面所示 帶入電壓方程式10-3A中 可以獲得到展開後的電壓方程式 可以表示成10-194 就是最下面這個方程式 那這邊LDI-DT這一項是由於電流變化引起的感應電動式 那這一項是由於定轉子相對位置變化產生的轉速成正比的旋轉電動式 根據機電能量轉換原理 如果整個電機內的磁功能 我們把它定義成W5上面加一個prong 那這些都是一些電機機械基本的概念 那假設有興趣可以再去複習電機機械的相關章節 那我們的電池轉舉T1 就可以應當等於磁功能的轉子機械位置叫θm的偏導數 那其實主要就是可以推出這個 機電能量轉換原理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條件 那在線性電感的條件之下 磁功能可以表示成10之24所示 那我們利用這些磁功能的原理 在考慮到機械位置角 θm 它會跟極對數有關 所以它會有一個θ除上pn 那則有電池轉舉的方程式 可以表示成10之21所示 那接下來再把10之18上面一個lsls 就是上面提到的這個電感矩正有含有轉角C塔成分的這兩個分塊矩正帶入 就可以得到以下的方程式 那這個就是將10之18帶入10之22並展開 就可以得到這個方程式 那這個方程式 J就是我們的轉動慣量 TL就是我們的負載轉舉 那R就是我們的旋轉主力係數 那系統機械方程式可以表示如10之23所示 得到三項座標系中感應電機的動態數學模型 用微分方程式可以表示如以下所示 10之24是一組變系數的線性微分方程式 在用數值法求解時常常會寫成狀態方程式標準的形式 如10之25 這個只是把上面的方程式做一些基本的遺項 把我們要處理的變數提到前面來 其中我們的這個矩正表示法如10之26所示 那X和X dot分別就是我們狀態向量以及它的微分 那V就是我們的輸入向量 AB就是相關的一些系統和控制矩正 那這個數學字子就會相當的複雜 那這個部分也就是無法直接用這個動態模型來進行馬達控制設計的一個原因 所以之後我們還會教大家陸續怎麼做一些簡化的步驟 本小節的重點如本章頭影片所示 主要一開始會教各位同學認識 怎麼樣進行三項感應電動機的動態數學模型的相關分析以及推導 並且要去了解一下比較重要的電壓以及磁通鏈方程式 最後加入機械運動方程以完成三項感應電機隊的動態數學模型推導 那以上就是本章節的介紹 謝謝各位同學 VISION 各位 這個